台74线各处闸道还有台中市区多处重要道路的分隔岛 时常会出现垃圾 而在过去大多都是靠民众来检举 如今台中市环保局借助科技的智慧装设了监视器 是可以24小时取地乱丢垃圾的民众 包含烟蒂乱吐槃渣等等统统抓得到 上路执法半年多了 违规取地总共490多件 累计财阀59万多元 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以身试法 驾驶行星环中路和向上路口 停等红灯也没闲着 开始整理车内清洁 下一秒居然摇下车窗把垃圾往外丢 窗外可不是垃圾场 但驾驶居然把一坨坨卫生纸 饮料罐等通通随地乱扔 这些违法行为全被一旁监视器拍下 我们用AI科技只要你敢丢我们都抓得到 由于过去乱丢垃圾 大多是靠民众检举成效有限 环保局结合AI智慧 利用科技执法 经过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的模拟 针对各种乱丢垃圾行为 强化侦测功能 哪怕只是一小包卫生纸 香烟盒或瓶瓶罐罐等 只要拍到就会及时发报警示 加强取缔效能 执法半年多来 取缔违规多达490多件 累计财阀超过59万元 我们会机动调整 哪里有脏乱 哪里有垃圾 我们就会请电脑 帮我们抓出来 谁 哪辆车牌号码 再乱丢垃圾 包含市区重要干道 还有快速道路 时常会有没功德性的驾驶 乱丢垃圾 环保局除了家派人力清扫 也期盼透过电言取缔 贺阻违规的用路人 有效维护干净又舒适的市容 记得一段时间 台中报道